她是菲律宾第二任女总统,父亲和同学也都是总统,她自称中国儿媳,八年任期中总共访问了中国15次。 她曾因操纵选举被指控入狱,出狱后又成为了菲律宾历史上首位女性众议长。 她就是菲律宾最传奇的女总统,格罗利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 在开始正题之前,希望大家看完觉得不错,记得关注我,以便看到更多精彩的内容。 1947年,阿罗约出生在菲律宾班什兰省的一个政治世家,在她四岁的时候,父亲迪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就已经是菲律宾的副总统了。 也就是这一年,阿罗约的弟弟布伯伊出生,母亲伊娃照顾两个孩子太过分身乏术,就把她送到了外祖母那里。 外祖母住在城郊棉兰老岛一个庄园中,在这里阿罗约跟一个假小子一样,每天跟着小伙伴们上山下河, 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这也造就了阿罗约的性格中有偏男孩的一面,尤其是不服输方面,连一些男孩子都比不上。 阿罗约八岁的时候,回到父母身边,被送到了当地最大的阿桑普生教会学校救度。 这其实是一所贵族学校,学生们的父母不是政界要员,就是商界大佬,都是出自名门望族。 这个时候,阿罗约性格中不服输的一面就发挥出来,在学习的时候非常刻苦努力,各科成绩始终保持在名列前茅。 并且小学和初中毕业的时候,阿罗约都被推选为优秀毕业生,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表演讲。 不仅如此,阿罗约在阿桑普生教会学校读书期间,还一直是班干部和班级体的积极分子,是帮助老师管理班级的一把好手,同学们也非常信服他。 由此可见,阿罗约这个时候就已经展现出了优秀的领导能力。 阿罗约15岁的时候,父亲马卡帕加尔成功竞选为菲律宾第九任总统,全家也跟着父亲搬进了总统府马拉卡南宫。 随着父亲马卡帕加尔身份的变化,他对阿罗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总统府的生活也让阿罗约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于是,1964年,17岁的阿罗约从中学毕业后,就听从了父亲马卡帕加尔的建议,前往美国留学。 马卡帕加尔是有心让阿罗约以后自成赴业的,所以给他选择的学校是位于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 当时,他的同学中就有后来美国的第42任总统威廉·杰菲逊·克林顿,两人还在学校期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后来,阿罗约在菲律宾执政期间还曾经向美国申请贷款,就是克林顿受理的。 阿罗约并没有因为在异国他乡,没有父亲的监督,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在乔治敦大学求学期间,阿罗约各门功课依然十分优秀,是老实偏爱的那一类学生。 所以,阿罗约大学还没有毕业,就有很多大公司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但是,阿罗约并没有被这小小的成就冲昏了头脑。 他选择了回国继续深造,在菲律宾的一所大学完成了经济学的术博连度。 毕业后的阿罗约并没有像父亲所希望的那样进入政坛。 他对经济学很感兴趣,不然也不会一直在这个专业读到博士。 所以,阿罗约决定遵循自己的内心,留在学校当了一名经济学老师。 而父亲马卡帕加尔这个时候已经卸任了菲律宾总统,因此最终选择尊重女儿的决定。 本来阿罗约可以一直深耕自己热爱的职业,过着安稳幸福的生活。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继任马卡帕加尔的总统马克思,在菲律宾政坛站稳脚跟后,就废除了民主选举,搞起了独裁统治。 政坛之中,争权度势严重,不敢实施,整个国家都因此无言瘴气,民众怨声载道。 而阿罗约自由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下,崇尚的就是民主政治,对国家也有极强的责任感。 于是,阿罗约毅然投身于反马克思运动当中,开始在菲律宾重要的政治、财经类报纸《每日询问者报》上撰写专栏文章,抨击市政。 此外,阿罗约还参加那些极富战斗性的反马克思联盟,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帮他们起草活动宣言,并用自己天生擅长领导的优势帮他们组织游行活动。 随着阿罗约的名声越来越大,他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就这样被迫卷入了残酷的政治斗争当中。 阿罗约想要进入政坛进行更深入的斗争,但是马克思执政下的政府各种阻止,对于阿罗约的请求采取都是冷处理。 可马克思却忘记了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当时马克思最大的对手尼格诺·阿基诺被他谋杀后,他的妻子克拉松·阿基诺继承了他的遗志,在获得大部分菲律宾民众的支持下, 推翻了马克思的独裁统治,成为了菲律宾以及亚洲的第一位女总统。 如果说阿罗约是菲律宾政坛的一匹黑马,那么阿基诺就是他的波勒。 他上台后,阿罗约的政治能力终于得到了充分重视。 随后,阿罗约就被他任命为了贸工部部长助理,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进入政坛后,阿罗约始终记着自己是民众的代言人,对政坛上的权力斗争视而不见,一门心思不在工作上。 阿罗约这种一心为民的态度让他更受阿基诺的重视。 在1988年的时候,正式被任命为纺织工业出口局局长,开始独当一面。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阿罗约雷厉风行的工作态度逐渐被菲律宾民众所熟知。 阿罗约把自己经济学的知识运用到纺织工业出口局的管理和发展中。 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后,阿罗约第二年就因为出色政绩,被任命为贸易工业部副部长。 1992年,阿罗约当选了菲律宾国会议员,开始向总统迈进。 在成为经济委员会主席和数次当选结束参议员之后, 阿罗约在1998年的时候,被香港的一家媒体评选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妇女。 阿罗约的追随者也随之越来越多,不久之后就成功竞选为了副总统。 2001年,在前总统阿基诺的大理支持下,阿罗约成为菲律宾第14任总统。 阿罗约成为菲律宾总统后,非常注重促进中国和菲律宾的友好关系。 除了考虑政治外交因素外,阿罗约本人也和中国渊源颇深。 阿罗约经常在媒体面前自称是中国儿媳,因为她的丈夫何塞阿罗约就是来自福建地区的华人后裔。 阿罗约是美国乔治顿大学的留学期间皆是何塞的。 当时是在一次同学的生日聚会上,两人一见钟情。 没过几年,两人就选择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阿罗约经常陪着丈夫回到中国温族。 在春节等这种中国的重要的节日,阿罗约也会尊重中国的习俗和丈夫在家中庆祝。 阿罗约连任了两届菲律宾总统,总共执政了八年。 在这期间,他曾经15次访华。 2008年,中国汶川的大地震的时候,在阿罗约的号召下, 菲律宾民众总共向汶川灾区捐助了3329万人民币。 帐篷也捐赠了6760顶。 不仅如此,菲律宾政府在阿罗约的指示下也向汶川灾区捐助了10万美元, 用于四川灾后重建。 而阿罗约最被中国民众所熟知的一次访华也是在2008年。 当时,阿罗约在前往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前一天, 特意先到四川慰问了受灾的群众。 看着受灾地区渐渐恢复了正常生活,阿罗约很是欣慰, 并且大赞中国政府在抗争救灾中的快速反应, 认为这是值得敬佩的。 但看着一些灾区儿童受到地震的影响多多少少留下了阴影, 阿罗约拉着他们的小手也很是心痛。 回国后,又立即下令向受灾地区的儿童赠送20万人民币的零食, 希望他们能开心一点早日走出阴影。 阿罗约上台后,一直重点打击贪官污吏以及腐败案件, 想要打造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 但是自己却因为选举舞弊和腐败被卷入了漩涡之中。 阿罗约先是被指控贪污了数亿元的竞选经费, 后来又被指控在菲律宾政府与中国一家电信设备制造商交易中吃了巨额回扣。 虽然阿罗约一再否认, 可2011年的时候,菲律宾警方还是逮捕了在医院就医的阿罗约。 幸运的是,2016年,罗德里格·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之后, 阿罗约牢狱之灾终于出现了转机。 经过一番重新调查后,阿罗约被无罪释放。 其实,阿罗约被卷入腐败的漩涡之中是因为触动了一些官员的利益。 官员腐败一直是菲律宾的毒瘤, 每届总统上台都会进行一番整治, 但是都没有阿罗约这样大刀阔斧。 所以,这些官员干脆就将阿罗约拉入他们的漩涡之中, 一来架空阿罗约的权力, 二来让阿罗约被迫接受他们这个阵营,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立场对他们动手。 出狱后,阿罗约很快就振作起来了, 继续为民众过上更好的生活奋斗, 成为菲律宾第一位降级继续从政的前总统。 2018年的时候, 当阿罗约又选为菲律宾众议院众议长, 成为菲律宾历史上首位女性众议长。 亚洲铁娘子阿罗约能这么快就重新完成逆袭, 作为菲律宾民众最喜欢的总统之一, 她是当之无愧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看着我这么辛苦的份上, 记得转发评论加点赞, 我会用心的去看大家的意见。